莫名其妙 反送中变成了一场群魔乱舞的万圣节party 当领完狗粮的台独港独 贪婪的稀释完反华海洛因后 狠狠的在逃犯条例的营养午餐上 拉上一抛反送中的狗屎 然后手捧狗屎 分发给无数脑细胞将死的小鬼们 在台鬼港鬼外来鬼的步道下 小鬼们扔掉美味的中餐 疯狂的舔食着下了咒语的狗屎 这不是恐怖片 也不是喜剧片 而是脑残片 反华势力根本不在乎什么是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的内容是什么 和什么情况下才能启动逃犯条例 只要给逃犯条例扣上一顶送中的帽子 他们诬陷的威力 就会像僵尸病毒一样迅速扩散 必须承认 现代很少人会花时间去阅读条例 大部分走上街头的港人 宁愿长时间的抗议 也不肯去了解他们抗议的条款是什么 宁愿发疯的歇斯迭利 也不肯去思考他们着了谁的道 在这场悲剧中 港独台独的肮脏是可以理解的 但让人作呕的是 台湾某些装扮得像白莲花一样 纯洁的圣母们 他们选择性的忘掉了 五年前的反服贸运动 和反送中运动一样 台独分子首先污名化服贸协议 然后煽动台湾脑残学生 暴力占领立法院 更巧的是 大部分反服贸脑残粉 也根本不知道服贸协议是什么 但这场与反送中惊人相似的闹剧 最终导致了台湾经济的停滞 因为之后 大陆与韩国签订了自贸协议 韩国人很快占领了 大陆优先离让给台湾的市场 如今那些曾经参加过反服贸闹剧的学生 大部分都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不过煽动暴力的小绿头们 日子过得却很惬意 除了后来跨国卖淫的反服贸女王外 连喜欢性骚扰的反服贸小头目 都已经成为了可以糟蹋台湾 纳盛人钱财的政坛小丑 在白莲圣母的心中 台湾的法治远远比大陆甚至香港可靠 所以香港的逃犯引渡条例 一定是反民主反法制的 美国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到香港引渡被美国认定的任何罪犯 但大陆却无法引渡一个 被香港独立司法机构认定的重刑杀人犯 甚至台湾死几个人 凶手跑到香港 不能判刑也无所谓 台湾的诈骗犯遍布全球 也没什么关系 他们会像圣母一样保护着罪犯的权利 不要以为这些圣母真的那么高尚 因为受伤的不是他们 他们也不会为香港和台湾的治安 背负任何一丝良心上的责任 既然白莲花们这么迷恋台湾的法制 让我们简单欣赏一下几个台湾的司法案例 十年了超级巨贪 沉水便依然没有还法律一个公道 还每日指点江山游戏人生 官商勾结的庆赋案 让台湾损失148亿新台币 嫌疑人还能在民进党的配合下成功消失 陈菊秘书赵家宝因贪污被判刑 逍遥法外近五年 还能和陈菊脸书互动和议员私下会面 台湾司法都成了瞎子 还有弊案缠身的谢长廷陈菊 丢失巨款也不报案的苏贞昌 哪一个不是混的风生水起 这就是台湾的法制吗 我不相信你大陆的制度 司法制度 我说了他有一百七十个国家 他为什么不 这个大家发动游行 不会叫反送台反送日反送美反送什么 为什么叫反送中 香港当然